转型正义的问题 当初在二次大战之后 当初在二次大战之后 德国跟日本是被英国美国压着头 他们才有办法民主化 但是在台湾 美国跟蒋介石妥协 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转型正义 我们从来就没有落实过民主 在一个合理非非的环境里面 和平理性 非暴力非出口 大家都要选人不选党 只要会做事就好 不看政党 这种去政治化的氛围 这种没有被执迷的意识的氛围 甘愿做一个奴才 这是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 还有一群人 只要他老爸死掉 他就可以拿他老爸一半的薪水过日子 超过六万以上 这个就是真正的天龙人 而我们呢 我们努力一辈子 念书念到那么高 我们还要这么辛苦的赚钱 加班 我们的努力方向真的错了 努力的方向真的错了 所以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2014年开始 不要再有任何一张票投给国民党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是只有坐在台下 我们不是只有在用手机 只有鼓掌 这个都不够 只有在圈内里面这样call是不够的 一定要走出去 讲给外面的人听 讲给那些还不关心政治的人听 因为今天不关心 这个被糟蹋就是活该 但是作为这样的台湾人 我们不甘愿 作为这样的台湾人 我们不甘愿 我们不甘心 所以我们要站出来争取 今天不管我们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都要继续的争取 2014 2016到接下来 不管说体制内体制外 我们都要持续的去推动这个运动 台湾独立的运动 要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我们选香山区市议员2号 2号 只要我们有办法成功 我们就有办法去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 去对抗国民党 所以麻烦大家帮我一个忙 我喊国民党不倒 大家帮我喊台湾不会好 国民党不斗 高民党不斗 高民党不斗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黄如 谢谢 大家请留